城市还是比较意料之中的 也是命中注定 我们看一下这轮的酱面 我们来看一下这次酱面 好 直接出四鸡组合了 这两个一开始就是特别核心的酱面 对 一看这两个应该就是 但是后面的就很酱油了 好 出一个孙权 吕布 周泰 黄岳英 貂蝉 这个郭家可能会影响抓酱 因为郭家是神酱 郭家的话它和叛递系的配合 实际上是很好的 他和月英 张飞 孙权 这些人的配合会比较好 其实这一轮的酱面 对于郭家的作用还是比较低的 也就是郭叶组合 但是作为暖色来说 它是不敢随便把郭叶上的 这个在online上是比较高的胜利 online的话我们是一般 不会轻易放郭叶的 所以说这种酱面首郭家 是一个比较主流的选法 对的确是主流的一个选法 然后暖色方的话 这种比较常规的选法 张辽月英 对 这个一是拆对方的郭叶 其次确立一个自己四连不错的武将 是打一个比较平缓的抓酱 这个还是比较正统 暖色方把司马真鸡 这种武将拿过去的话 实际上和郭家的配合不是特别好 对 相性并不是很好 其次的话还有貂蝉 像刘托禅这样子打四连打他的司马 其实挺好打的 果然冷色也是 主流抓法 张辽和华元英 对 在决赛上面的话 大家还是比较正统于主流的抓法 这样子正本 暖色他就要选择 是不是要孙权 因为这个时候和国家配合最好的可以就是孙权了 孙权 华陀都是可以的 果然他是拿到孙权 然后需要拿一个另外一个辅助的武将 可能是貂蝉 孙权 是不是貂蝉 果然是 冷色方两名武将20秒 孙权要拿走 冷色肯定要把华陀 华陀肯定是要拽掉的 华陀其实不一定 这个时候暖色是没有位置给华陀的 我觉得冷色有可能是 这个他可能是 这样子抓华陀的话 我觉得是更少的是让暖色没有一个打一个拖慢型的阵型 比如说华陀配国家这样 华陀配国家实际上他没有很好的第三人 我觉得冷色很有可能是要抓司马真机 他如果抓司马真机的话可以 但是他没有特别好的一个人主去配合司马真机 他抓司马真机的话可能会把张辽 张辽推走了 抓司马 那就是上司机的话 这个可能在位置上跟张辽有一点冲突 但是他们现在就会有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 莫非他们会上现在比较一个新潮的 国家画 张辽主的打法 张辽可以当一个伪冷主去使用 而暖色方其实在 貂蝉国家孙权的其次的话 可以上什么国家画陀貂蝉 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组合 这也是我们看冷色方他们到底 对 暖色方的话其实最好的选择还是应该是司马真机编锋 这个是约鹰主 但是他们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是打一个司马仪主 张辽生机编 但是这个不是很好 不是很稳 因为二连控制不动 因为暖二连的时候会对司马的手牌有一个特别大的影响 所以说如果你上司马真机张辽的话 可以把真机白煮一上来 对暖色的手牌有一个很大的限制 对 也是可以考虑的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主帅的 暖色的出将的话 一般来说会是貂蝉国家孙权 不会上画陀 画陀的话实际上 相信和那几个不是很好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主帅的出将 这个主要就是考虑一下冷色那边把主位推成谁 因为刚才说了像打张辽主司机编 月音主司机编 亦或者说是把真机推到主位 上张辽司马编 都是可以的 那个暖色那边的话也就是 30秒 暖色那边主要考虑的是国家主 还是国家编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说如果是上国家主的话 就是打自己的二连 而上国家编的话可能就是打一个顿编的效果 具体的话就看一下双方的选择了 我们这里也是有消息 三四名的决赛 现在已经是出来了一场的结果了 三四名的决赛呢 是李牧队 对奇迹队 李牧队是冷色 选择了肝宁主攻 貂蝉张辽边峰 然后奇迹队呢 是暖色 刘备郭佳 孙权的组合 最后暖色是取得了胜利 现在是奇迹队1比0领先 六十秒 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决赛 看一下双方会出一个什么样的将 和我们的预测到底是不是一样 冷色方会不会上司马针基 会不会用 阅音司马针基边 这个就是比较标准的商法了 但是这个张辽补上总结的很遗憾啊 你看他果然是在纠结 到底是让张辽冷主 还是阅音冷主 或者是用针基主 司马张辽边 这确实是几个很不错的选择 是否确定 确定后不可更改 暖色已经确定好出阵 是否确定 木牛牛马 冷色也确定好 这个主要挺好奇暖色的出阵 双方蓄势待发 请主帅分配好坐次 坐下后不得更改 到了全国决赛的赛场 看一看选手们会有怎么样的发挥 这个木牛牛马 这个是我们这次决赛第二名女性选手 而且是一个比较知名的老玩家 对这个人称岛姐 看一下冷色 冷色的出阵 郭家主 那边暖色走的郭家可 还是标签郭家兴权 四体力 前锋司马懿 三体力 冷色还是比较信仰 黄月英 选择了黄月英主帅 司马陈一边 这个肯定不会让心 检查棋子手牌数是否为四张 来看 非当前回合选手 请将手牌放肩 冷色主帅黄月英 好 黄月英的手牌好像十分不错 有个顺手 这个顺手还是比较给力的 尤其是对对方起手牌的压制 二 孙权手牌一旦遭到压制过后 孙权的手牌将会 看来黄月英的策略是要挡 三 二 这边两个五蟹 现在已经出了两个五蟹 一个顺手 这边两个五蟹拼出来了 看能不能从孙权的手里面 能不能顺过来一个锦囊 这个如果顺过来一个锦囊 对于手牌的压制就非常大 那只顺了一个闪 那还不是特别厉害 但是一个决斗 看他要选择决斗谁 看来黄月英的策略是要挡 刁蝉雪 压孙权的牌 其实对于黄月英这种情况下 骑手两张锦囊都能产生效果还是不错的 再加上还有一张冰凉 对于对方的骑手压制 已经是达到了冷煮的效果了 这张冰凉应该是要冰孙权 因为孙权对手牌要求确实是较高 还有桃子 一个名牌的孙权就是个废人 冰凉从这 主要分拳 但是如果这个冰凉去冰凉蝉的话 是可以冰掉对方 让对方先动的人少掉两张牌 也是一个选择 我们可以看到黄银那边有张冰凉还是可以的 这个压制已经达到了黄银的作用了 我们来看一下貂蝉能不能帮助孙权那边解冰 其实还是很有可能会果然有个国差 这也就是刚才说的 为什么可以冰凉蝉 对就是冰凉蝉能一是打乱一下对方行动顺行 一可以二叶是 应该不会被打乱 对就是二叶可以 貂蝉一般会选择先动 这样子的话也会压一下起手的 至少保证对方没有无懈的话 这个冰凉就肯定出不来 对就保证冰凉必定中 我们可以发现冷色这方出了这个阵 其实也是很针对对方的貂蝉的 他们这边是只有一个男性 司马仪 如果貂蝉要发动技能离间的话 这国家 那司马仪必定会反馈到对方的手牌 3 2 1 请选择 冰凉村段被拆 貂蝉装备八卦阵 我们来看一下貂蝉的作用吧 貂蝉看会不会去刷国家 他是选择去刷国家还是怎么 他没有选择 他这里就过 这边还是打稳了 他刷国家是为了提高孙权的制衡的排数 那如果不这么刷国家的话 那看孙权会对冷色有一个什么样的压制 如果孙权不干出点什么事情 事情来的话 那冷色的司马真机的四连可能会比较厉害 但是寒冰剑 十分凶残的武器 对 尤其是对位的是司马仪这个 刷目标司马仪 看司马仪有没有闪 其实像司机边的四连的强度是非常强的 这种压制其实没多大伤害 司马仪 考虑有没有闪 这个 闪了 出一张很关键的闪 这个还好保了一下自己的起手牌 确实如果被寒冰剑掉这么一下的话 十分的伤 寒冰剑 发动技能处好 极大的削弱 冷色四连的爆发 孙权制衡过后发现是没有什么好牌 除了杀还有闪 这个孙权的防御性还是维持了一下 他没有过多的消耀自己的手牌 想扛一下四连 这也是我们平时说的司马真机应该有的节奏 是是真机先动 是真机先动 司马后动 然后到对面卵主动过后 司马先动真机后动 卵主过后可以选择一下 看一下当时的情况 是要去求爆发还是求稳 我说的那种四连就是求最大爆发的效果 这个真机还是 效果还是挺一般的 当然有 我们可以记一下 万键是直接过掉的 这种AOE的K牌在这个时候还是比较关键 尤其是对方是有国家的存在 哎呀 这牌掉了 这个选手不要紧张啊 这个选手不要紧张啊 顺手天然雕蝉 三 二 一 请选择 顺手天然雕蝉 他实际上是有过和拆桥的 他没有选择先过和拆桥 是因为他认为 拆孙权的手牌 比较重要 比顺雕蝉的手牌更重要 对 因为孙权是一个靠手牌的武将 所以他是想留的去限制一下孙权 我们来看一下本轮真机的选择 这边是怎么办 其次还有自己的骑手牌 看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过和拆桥 雕蝉 那如果拆雕蝉的话 八卦阵 选择 开始激活雕蝉了 对 这个可能先顺时向 考虑一下牌序 看能顺到什么样子的牌 二 一 然后请选择 A D D 过和拆桥 木蝉雕蝉 三 这几张牌是要把雕蝉给打空啊 这边 真机的还是锦囊非常给力的 两拆两顺 直接是雕蝉要很危险 现在这个真机果然 也是被称为北京第一铁手啊 他的手可谓是十分的壮 雕蝉 气 杀 散 散 三体力 三手牌 直接把雕蝉扒光 这个如果四连第一回合真机就打成这样子 那雕蝉是非常危险的 再加上郭家那边不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人 就是产生不了自己很主动的作用 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雕蝉在四连能不能考 这边无中 好 司马仪的牌也不差呀 二 一 生肖 喜马 还有杀可以 哦 两会儿 看有没有逃 如果有逃能回到三血的话 那就是司马仪最好的情况 可以 好 这边还有一个无限 有逃 杀一刀 杀一下孙权 给孙权一点压力 走牌数 看要不要放这个南蛮 放出去的话 其实这一轮不应该去放我觉得 你现在放的话效果其实很一般的 他现在放这个南蛮的话实际上是 对他气牌过了 对 就是留 你还得无谢郭佳 对 你留住南蛮下轮由真姬来选择 他能不能补刀 要不要人肉再放 对 就是能补刀补死一个人的话 南蛮最后放 郭佳是有一个过差还是可以的 这个锦囊也可以的 看来郭佳的手牌也是很给力 不一般啊 还有距离 青龙刀 有拆可以拆一下司马仪 对司马仪那边肯定是会留黑牌去 过河拆桥目标司马仪三 真姬无懈可击 真姬应该是觉得司马仪会留特别好的牌在手上 所以说也不让你拆 这边就是压你的效果了 压你压制的效果 郭佳装备青龙艳远刀攻击范围三 那这个青龙刀应该是要向月鹰头上砍去啊 乱四主帅在沉思 目标真姬 但是他选择杀真姬 他这是想打真姬的虚包牌吗 但是我觉得不应该啊 真姬看 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响应 这个两张杀的话 需要考虑很久吗 真姬表示还是不想出这个杀 自体力三手牌回合结束 双方顺重牌 觉得这是有可能出点弩的牌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郭佳来说 可以去砍黄英 提前去预留一个秒主的节奏 从真姬那杀起杀不动的 这个时候这个桃出现的很不是时候啊 真姬是出来的一个顺手前阳 哦 漂亮 有一个决斗 这一下的话 这一下 肯定要死人了 哦 过程 裹河拆桥 这个肯定要去人了 这肯定要去人了 哦 漂亮 这个的话一会南蛮放都安全许多 哦 又一个洛杉 洛杉请判定 那这个的话也太给力了 虽然说只有区区的六张牌 但区区都十分的有用 这个 真姬回合 这一轮真姬这个洛神是十分的给力 基本上能带走一个人 应该是板上钉钉了 因为两过拆对手牌的破坏也比较大 貂蝉想再活下去 十分的困难 而且现在真姬甚至可以就放你郭佳 让你一记 因为他手上是有顺手前阳的 对 你给貂蝉牌我可以再顺过来 不怕你给他防御牌 这边拆还是主要选择孙权 一是看能不能找陶 二也是压制一下孙权以后的持续的爆发能力 对 孙权的手牌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十分的重要 对 拆不到陶也无所谓 对 反正他的杀是够打两张桃的 够球两次桃的杀 呃 输出牌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 黄云英是有桃的 对 那就是说 这面打死貂蝉之后的话 暖色方想要把 把冷色方秒掉一个人是十分的困难 对 貂蝉受到一点伤害 其实就反过来看的话 其实个人觉得 应该去加强一下自己二连的效果 因为司马真基的二连 司马真基的四连效果的确是非常的强度强 你以刚才那种压制是根本控制不了的 所以说 既然你选择上貂蝉孙权的二连的话 应该是提高自己的过牌性 所以如果让我来打那个貂蝉的话 我会先杀一下国家 然后再离间国家 让他一记四张牌给孙权 对 就是提高孙权的过牌性 找K牌 找压制 你这样才能扛过四连 我们可以看到 真基又出了一个决斗 你孙权有可能都去了 该怎么办 这边留你一个满血国家 一点用都没有了 顺手 先将木包 郭家 三 二 一 请选择 原来如今肯定是不用放了 轻动也到顺过来 直接 砍向孙权 杀过了 杀过了 没注意 勒不思数 木包 孙权 这个勒一出来 真基顺桃 回复一点体力 不过刚才我们好像看到 郭家手上是一个顺 是吧 对 真基装备轻炼 没多大用了 没多大用了 状态太好了对面 对 而且对面还有斯满 四马一回合 四马一回合 四马一现在马上摸凉牌 看能不能杀一下孙权 真基 七南白也是球稳的打法了 三打二 三打二 对 对面还有国家 五谷 五谷 这个五谷就是 帐自己人数多来去逆开了 我即使 即使是第二个人动 我也敢开五谷 对 拿点牌 草花杀 留着 哎 哎 哎 这个怎么办 对不起 裁判的失误 这张牌 因为我不能改变牌队数量 我不要放回牌队领 可以吗 没有意见 裁判这个是出现一个小失误 小失误 三 是这样子的话 请选择 那斯满一要不要考虑拿五重深友呢 四马一还是很有职业操守 他没有因为看到那张勒布斯鼠 而选择拿五重深友 一 请选择 诸葛联弩 郭家 三 二 一 请选择 杀 老玩家 三 二 一 全获得闪 结算完毕 请继续 四马一 两体力 两手牌 回合结束 郭家回合 郭家马上会摸到一个乐不自主 其实在这个比赛出现了这种情况下依然能够不因为这些东西而改变自己的决定 这种精神也是我们每一位玩家是得学习的 二 一 顺着天洋失效 杀 杀目标真姬 真姬清国 闪 勒不自主 目标黄云 这边是勒黄云基本上就是维持住黄云在帮他续报了 这压不下血线这个乐是多没多大用 这个时候其实出来不出来 对 无所谓 出来一下还是比较好 就是就算不出来也无所谓 对 就根本影响不了这种结果 像孙权你不动 对 是 有什么办法 这手牌 怎么办 有距离就可以了 敬 男蛮可以气了 因为多打少 欢迎请注意气牌时间 现在那个万剑是没了 对 男蛮是没了 现在女人手上一个 开始也落掉一个 然后气掉了一个 那就只剩下一个男蛮了 欢迎去男蛮认亲 3 3 4 4手牌 现在判还是判掉了一个 3 那就是说 现在四个友谊都没了 现在对于暖色方来说的话 他们的输出牌的选择性 已经非常少了 包括决斗 AOE基本上都没了 暖色方想赢的话 只能靠 男人入侵和万亿启发 对就是说 包括他出连弩都不好弄 孙权对位的是司马仪 连弩都杀不过去 除非你能够孙权 弄几道国家 然后国家出个七八张牌 然后再推真机 或者是出简一 直接推月鹰 这个好像不现实 是这个基本上很难打了 就是这个 其实既然你上貂蝉和孙权 第一回合就应该去洗牌 还是打得不太明确 我觉得 所以说这个 你出了一个洗牌的诊 却没有去执行 洗牌这件事情 这就是在思路上的 不统一 对 就尤其现在国家 竟然还维持在一个满血状态下 而孙权 真机 不对 真机了 孙权 孙权只有两张牌 两血 貂蝉都死了 这个就基本上没有发挥出任何的作用 就算手牌那么给力 回合结束 真机回合 真机行动 洛神 稍等 这边判定 这边还出来一个天惊口音 洛神结果 方片闪 斯满意鬼才 修改判定结果为草花纱 洛神 请判定 你看洛神还能够洛神出来什么 洛神结果 现在基本上没有 重要的紧张 都没了 黑莲弩 黑莲弩也没了 真机将洛神牌收入手中 真机回合 无中生有 三 二 一 生效 我们现在看一下真机 真机手上是有 两弩 两弩 两 刚才记错了 那暖色方 还想要用什么牌来翻盘 基本上是没翻盘的 四个OE 两个连弩 三个决斗 都没了 都没了 黄月英方向 独股风登的牌友 杀 勒布斯鼠 新机又出来一张勒布斯鼠 这个 对这是最后一个乐乐 就本轮 本轮这第一副牌的K牌 基本上是打光的 那个 唯独就是 桃子比较多 现在能控的 所以说这个 你不洗牌 那就对方 你不靠洗牌 去拿这些关键牌 对方 对方也是一个 防插性的组合 孙权基本上动不了了 这又乐一轮 孙权这只要一乐中 那基本上就是个残废了 对 郭家再 郭家 三 二 郭家再怎么动也是没用的 郭家火德沙 结算完毕 请继续 如果现在 郭家换成一个孙权香的话 可能还 有一点点机会 这边暖色还是要坚持一下 因为 郭家回合 快进下个牌队了 其次的话 郭家对孙权 如果孙权在下一副牌队 能把AOE空在手里头 能产生洗牌的效果 还是能有未知的因素的 所以坚持一下也是可以的 我们刚听到的消息 在 另外一边进行的三四名的决赛 冷色的奇迹 是出了正式 华佗主 香香 司马边 暖色 是 貂蝉主 刘备国家边 但是现在 刘备已经死掉 是华佗 司马真基 三打二 貂蝉和国家 那看来 现在奇迹是胜算很大 他们在领先异局的情况下 现在 是很有望拿第三 而且两边都是以司机边 就是两边司机边都是优势 那边是司马和香香边 那你念错了 我还是两边 不过对于现在来说 3v3 司机边是非常主流的二人组合了 而且上的强度要远远高于月亮 等一些以前主流的组合 所以现在还是比较给力的 我们来看 原因一对手牌 有杀 有距离 黄英装备加一马 有杀 有距离 有桃 有加一马 这边黄英只要有距离 维持住对孙权进行压力 打死孙权进入3v1 基本上对面是根本没有任何希望的翻盘的 尤其现在打这么稳的 只需要把时间偷光也就赢了 我们可以看出来 冷色的出牌也是十分的稳健 不会翻什么低级的失误 对就是我只要打完了 你只要稳定的打就行了 黄英装备杖八蛇毛 攻击范围3 四体力四手牌 黄英也是没有急于去借真击的到 可能也是怕 觉得真击可能没有杀的话 真击就没有距离了 对对 就是怕限了队友的距离 这都是球粉的一些细节 我们觉得可以学一下 好 四马一是用一个桃去改掉对面的冰 冰凉存断 最大程度上的减低对面的过排量 不会对面任何机会 黄英那边留个杖八 也是想维持住自己出杀的输出 这个都是不错的 杀目标国家 这个就是本轮第一轮杀国家 在比赛快要进入尾声的时候 终于开始杀向国家 虽然说亡羊补挠威势未完 但是在比赛里面可能 这个挺无力的 真是挺无力的 比较困难 但是他前期除了第一轮 貂蝉和孙权动的时候 有机会刷国家 后头都是被限制住的 他想刷也刷不起来 就被乐乐的 错过了一次杀国家的机会 我起个加音马 但没多大用 这个没多大用了 这边让司马懿提高一下 真心那边能力 司马懿好像有个青钢剑的样子 司马懿装备青钢剑攻击放院 司马懿也决定投身到 激活孙权这项事业中 孙权受到一点伤害 濒死求他 是否给他 和队友一起来分享 孙权也是死了 这一下的话 进入围光阵的时候 国家是基本上 没有任何能力去翻盘了 国家可能单挑掉真机 都很有困难 基本上没什么希望了 而且作为面纱比赛来说 也不会产生那种打国家打到爆发的可能性 他们只需要慢慢的拖延时间 对 到四分我们看一下比赛时间是看不太清楚 这个神经的洛神一直没 一直没少过 洛神结果方票灌石斧 洛神失效请真机将洛神牌收入手中 稍等洗牌 如果那边有个孙权箱的话 这块还有点机会 摸到这些牌的话 国家现在一个人很无力的看着对面三人 这个还好就是说 这个是第一局 其实还有两局可以去扭转 就看一下下轮吧 这一轮是肯定是要输了 所以现在可以提前考虑一下下轮如何来打 可以消耗一下对方的体力 而且下轮他也是冷色 这样子的话在颜色上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只要下轮打回来就行 冷色方可能想用我们几方 另外两个人在休息 我们只用一个主帅去耗你们三个人的体力 发动技能一技 也不失为一种战略 一技两张目标国家 勒布斯鼠目标国家 三体力三手牌回合结束 国家回合 勒布斯鼠三 二 一 请判定 在这种关键局里面 判定结果方票顺手牵羊 每一局 失去每一局都 刚才他已经适宜过我了 十分的 天度 当然不能接受 请棋牌 国家开始棋牌 还能留下什么牌呢 一个顺 有点张气囊也是想提高一下自己的能力 杀 杀 方天化地 寒冰剑 梁水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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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问题 出牌的时候有没有问题 郭家回合 到底我错在了哪里 顺手牵阳用包登机 3 2 1 黄远迎无懈可击 极致 3 2 1 顺手牵阳失效 郭家使用桃回复一点体力 这个桃可以让自己再多死亡活一会儿 针机清国闪 郭家三体力零手牌回合结束 冷色方选择行动顺序 其实有三血 这边的话冷色就可以随便杀一刀 完了去维持住防御 再下一轮再杀一刀一轮一轮的磨就行 比赛还剩12分44秒 比赛还剩12分钟 看郭家会不会坚持到最后一刻 在我们这边比赛进入尾声的时候 另外一面三四名的比赛 也是进入了尾声 现在是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奇迹队三打二 而且自己方有话陀有香香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奇迹队将是我们本次三国家王者之战的继军 这边冷色还是把握住自己的节奏哈 这边三为一把节奏把握好 就是不是说是在在怎么考虑排序什么的 主要是把节奏把握好 可以杀一下郭家也是摸一张牌 也不给你郭家摸牌过牌一季的机会 红桃闪三体力 请将手牌摆好 三手牌回合结束 黄远英回合 三打一 现在冷色还是把节奏控制得很好 包括出拍的时间什么的 不会有一个很急躁的情况出现 这也是打郭家的一种方式 作为一个面虾战队很经验脑道的表现 对对对 黄远英气杀 杀四体力四手牌回合结束 双方身份牌重置 郭家回合冰凉寸断 三二一请判定 现在我们三四名的比赛结果已经出来了 是奇迹战队二比零 李牧 好我们恭喜奇迹战队是获得了本次三国沙王者之战的季军 也是一个十分不错的成绩还是 那至少 那就是说前三名里面至少有两支队伍 是上海的队伍 是上海的队伍 说明这次王站上海是比较成功的 从最终进入八强的名单来说 都是上海人保持最多的 是上海的队伍 是上海的队伍 在前三名有两个的时候 能不能够去拼到冠军 谁才是最后真正的王者 是上海的队伍 是上海的队伍 没有 没有落出一张黑沙 一 全选了 让我们为他感到十分的可惜 国家被开闪 沙目标 国家发动雌雄双骨剑 黑沙无效 无中生有 三 二 一 生效 神机拿着一把雌雄双骨剑 对国家进行着 让他选择是摸牌还是棋牌 这边火术也是讲一讲 牧牛牛马的一些故事 因为看这边是优势 牧牛牛牛马这个战队 现在背对我们这名队员叫做Bingo 他是一名特别特别早的3v3玩家 在刚有3v3的时候 他就已经开始在玩这个游戏 而且当时他是一直在 以前有一种说法是说 冰狗面杀不怎么样 但是网沙特别好 说的是如果让他拿上鼠标 他就天下无敌 但是放下鼠标的话可能就会 他因为他经常会在面杀里面 出现一些很奇怪的失误 比如说像什么 叼长忘了碧月啊 或者是诸葛亮不知道 对面有勒布斯鼠 反而第三章放了个红桃什么的 但是在他没有这些失误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得出 他是一名十分稳健的选手 而且他的很多关于选将和出牌的理念 都是十分领先的 在他对面的这位叫做小岛的选手 是我们之前也说过了 北京第一铁铁手 号称排运十分的无敌 从今天他争计的落神 我们就可以看到 基本所有的关键牌 都被落神到了成绩的手里面 2 1 请选择 A B 而现在带张主帅的这位叫薛颖的选手 是接触了3v3 可能没有特别的久 可能也就 当然我说的没有特别久 也就是一两年的程度 2 1 请判定 判定结果 红桃桃 他面纱的风格也是十分的稳健 而且从这次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对对面的这么一个出阵 也是十分的针对 在看见对面有貂蝉的情况下 是没有选择上张辽 而是上了一个两个女人 加一个司马仪的这么一个阵容 去克制貂蝉的 离剑 让对面离剑的时候只能够离剑 司马仪回合 而这个时候 貂蝉正是走入了 冷色方主帅的一个陷阱当中 他没有在 对面只能离剑对面司马仪的情况下 不离剑对面司马仪 而是 国家提高自己孙权的手牌数量 还是按我们平时一贯的出牌速度 去离剑对面的人 掉对面的鞋 这样就反而是增加了 真击的这么一个爆发的可能性 我们一开始也是可以看到 国家的那个手牌质量是十分好的 无论哪张牌让司马仪反馈到的话 可以说都是十分的伤 那现在 国家一记两张字节 国家是到了两写两牌 乐不思数 我们拨国家 就是一个乐不思数 国家没有无限科技 这边真击也是故意的虚报了一些破坏手牌的牌 真击在对面有乐的情况下 也是没急于拆对面的手牌 对这是虚报一下 在乐完以后去拆破坏对方的虚报的牌 这也是我们打牌很多的小技巧 不要有牌就一定要出 而是想一下这张牌出出去 到底有什么样的效果 如果把这张牌留下来到下轮出 又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欢迎很优先的看着对面的主帅 比赛时间还有4分52秒结束 还有4分52秒 注意出牌时间 观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倒计时一下 四马一方向 五股风登 四马一方向 王英 又是开了一个五股风登 这个时候国家看见对面拿三张牌 一桃八卦盾 自己方只能拿一张 方片闪 他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 方片无懈可击 黄英 三 马鹰拿无蟹 司马鹰拿桃 无蟹可击 司马鹰三 现在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 桃 国家三 二 一 请选择 国家手上是没有无蟹 在对面有司马的情况下 他甚至连天杜 出来的机会都没有 真的是看不到半点的希望 国家的时候 欢迎注意出牌时间 暖色方的主帅 只有好好的计划一下 自己下盘 应该怎么打 胡说聊两句吗 就是说 今年王战 今年王战 对于这次进入八强的队伍 都是比较黑马型的 并不是一些主流型的战队 你对于今年 这种结果是 为什么 你来分析一下 并不是说是黑马 只能说这些队伍吧 它是有实力 但是之前名声不是太强 可能说这是 今年三分三这个理论的不断发展 可能现在因为网络上面的传播 也是特别广 大家都能够把这个先进的理论 拿出来交流 所以说每个人 都有学习到先进理论 这些机会 当你掌握了这一套理论过后的话 你就有机会去争取这么一个冠军 包括你刚才采访 TiM老马他们 对于他们这次 没能进入八强 你有这边有什么想法 刚才是他们想的 你再来听听你讲呀 其实我一直认为皮卡丘 是一个特别有实力的队伍 但是他们这次真的没有能进入决赛 可以说是所有关心他们的人都为他们感到遗憾 选择行动顺序 因为我们也是知道 关注皮卡丘战队的人还是十分的多的 对的 大家对这个结果都是感到很意外 或者甚至是像我们之前看好的很多像广州冠金的蓝豆酥饼 是吧 那个队伍我们之前也是特别看好 还有像南京的 还有武汉的翘楚 武汉的翘楚 这些都是我们觉得打得很稳 然后选将风选将理念也是十分先进的队伍 但是实际上都是没有进入最后这个八强 这也是我们三国沙现在发展的 现在也是一个全民大神的年代 有没有可能说是因为比赛 在现场